老人常说割肉不割草头肉 买鱼不买即可鱼 有没有什么道理 有句话说不听老人的言 吃亏在眼前 说的是前辈的生活经验 比晚辈丰富 所以懂得道理也多 能很好地摆脱一些不好的事情 如果晚辈能够按照他们的经验去做事 那么就会少走一些弯路 比如去菜市场买肉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 这也是很有讲究的 猪肉和鱼肉是人们常吃的美食 几乎每餐都离不开 可草头肉和继可鱼不能乱吃 而现在的猪肉价格很高 有很多人都说吃不起猪肉了 哪还顾得上什么讲究 但看完这期视频 你们就会改变想法 所以草头肉就是猪的脖子肉 更加准确地说 就是宰猪时下刀的部分 这里的肉不要吃为好 至于为何叫草头肉 也是大有来头 猪在吃饭的时候 脖子离猪草很近 所以这部分就叫草头肉 那么为何割肉不割草头肉呢 一头猪的草头肉有多少 得看猪的大小 一般来说 我们宰的猪在200斤左右 那么草头肉就十来斤了 很多猪肉贩子最稠的 就是草头肉的销售 因为人们不喜欢买草头肉 这倒不是草头肉不能吃 而是草头肉太脏了 不要吃为好 首先猪的脖子部分呢 就是茂密的血管和淋巴结 当猪的某些部位发生异常时 细菌等物质会从淋巴管 进入到淋巴结中去 所以淋巴被称为身体的垃圾栈 这样的垃圾肉自然不受人欢迎 而且信心的朋友会发现 由于猪在禁食时 很多病菌进入了淋巴结中 导致猪感染疾病 受医给猪治疗时 都是在脖子周围注射药物 正所谓试药三分毒 人们很忌讳这部位的肉 认为经常吃这部分的肉 可能会对身体有影响 其实 槽头肉价格比较便宜 就知道槽头肉的口感并不好 吃起来没啥嚼劲 也没有什么营养 因此 人们去菜市场上 不会购买槽头肉 不然就吃亏了 说到买鱼 不买即可鱼 很多人不理解是什么意思 鲸鱼是一种杂实淡水鱼类 在各种江河湖泊都有分布 不仅以河底的一些浮游植物 有机碎屑等为食 一些浮游动物也可以吃 人们经常以鲸鱼作为美食 对于南方人来说 用鲸鱼来煲汤味道十分鲜美 北方人则喜欢油炸鲸鱼 吃起来炸崩脆 其实即可鱼指的是小鱼 意思是说买鱼不要买个头小的鲸鱼 因为鲸鱼太小 人们把这种小鱼晒干后就成了空壳 于是这种鱼才被称为即可鱼 可为何说买鱼不买即可鱼呢 首先是这种鱼太小了 肉非常少刺有多 买回去也吃不了 其次还很容易刺伤人 还是买大一点的鱼好 由于即可鱼的刺非常多 人们做即可鱼是基本采用油炸方式 当即可鱼被油炸后 刺就会变得很脆 吃起来就不容易被刺卡喉咙 可是对于以前农村家庭来说 这太费油了 他们没有那么多油来炸即可鱼 所以这样的即可鱼白送都不要 更别说去买了 况且农村的小河有很多即鱼 根本不用浪费钱去市场上买 这就是老人为何说割肉不割草头肉 买与不买即可鱼的原因 看起来还是很有道理的 你觉得呢